哈喽大家好我是黑娜 欢迎来到我们全新的单元探索下一站 那今天是我们第一集的节目 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知身分析师范志宏 海特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Mr.海特范志宏 那老师我们今天也要聊一个 是跟男人有关的话题 他就是马斯克啦 马斯克呢最近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动作 马斯克呢先在这个刺激市场 买了9%多的这个推特股份后 对美国的证监会发出了讯息表示 要以每股54.2美元收购这个推特 但是呢为什么马斯克到底看到了什么 到底马斯克这个男人在想什么 好那其实这个 我们就抽试剥茧一下说这个 马斯克到时候买推特了 我们先看一下他目前 这目前有几家公司是他目前持有的吗 那第一家就是Tesla 就是电动车部分大家都知道 那第二是Space 有什么太空旅游啊火箭啊 大家也知道 就是甚至Space 有被NASA去做认可帮忙发射火箭嘛 那再来就是推特 就是今天的焦点 那第三第四个呢 其实是这个The Boring Company 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很陌生啦 这家其实主要是做这个地下隧道 跟超级高铁的研发 那我说大家有看那个老高啊 其实他在之前去年应该有一节 他有特别去介绍这家公司 那另外第二家公司呢 就是那个Solar City 就是这个太阳能的这部分 那大家也知道 台湾的太阳能公司 有跟这个Solar City合作 介绍就是6443的元金嘛 那这大家应该有印象 那最后一家是做这个神经网路与电脑 这个结合的技术研发公司 这个Narolink 那大概就是这六家 那还有一家是PayPal 就是支付宝 这部分他已经卖掉了 那从这些来看 对我们可以注意到说 其实目前Tesla实践已获利 而且即将要进入获利状态 其实就是这一家的Space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有两个嘛 一个是这个宇宙旅游 跟这个卫星发射的部分 第一轨道卫星的出现 其实上让更多的地方 是可以出现讯号的 比如像沙漠 像台湾的高山上 可能很多人都是没讯号的 那也有Starlink之后 有去架车阶级站之后 基本上可以更容易接受到这些讯号 那主要就是说 Elon Musk对专利的态度 大家应该也知道是非常重视的 那其实他在2014年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把Tesla相关技术 整个专利都已经公开 因为他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电动车而已 他是有点想要像洛克菲特 当年一样 他要成为行业的标杆 要做这个电动车标杆 那电动车标杆 其实不是只是在路上跑而已 那所谓自驾车等级越高的话 基本上就要用到所谓的 5G相关的这个技术 可是你没有低延迟 接近零延迟的这个网路的话 基本上你很多自驾 是没办法使用这个功能的 那所以呢 为什么很多国家呢 目前的驾驶等级 LV1到LV5 现在只开放到 顶多开放到LV2 那原因就是因为 如果你要使用LV5 完全自驾的电动车的话呢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网路速度的话 基本上他是很容易出事的 因为你可能开一开 没讯号就撞山了 自动驾驶就变直接开去撞山 最后这个5G零延迟 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这个低延迟的低轨道卫星 那如果说他之后发展起来的话 变成整个电动车标杆 大家都反而要去使用 Space的卫星的话 那基本上他才是这个 马斯克他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说 电动车啊 我们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他就像目前分0到5 一共6等级啦 第0的等级呢 就很简单嘛 就是像以前的 完全就是机械化的这个燃油车 就完全手动 包含后照镜啊 方向灯啊 什么全部自己来 也没有什么倒车雷达啦 所以倒车你要自己看 那Label 1呢 基本上就是简单的 像十几年前 我要记得我爸买一台CAMERY 买了100多万 那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所谓的定速功能 那其实就属于Label 1的一个阶段 Label 2呢 基本上就是像目前的TESLA 大家都知道像高速公路上 大家可以会启动所谓的自动跟车系统 或是所谓的轨道偏离的这个侦测系统 其实就属于Label 2 那至于Label 3呢 Label 3其实已经进入所谓的条件自动 因为基本上它是对于做这个环境的侦测 那对环境的侦测 其实Label 2就做到 只是说Label 3做的是更细致 那当然说Label 2跟Label 3 然后又因为法规关系 其实很多国家是不开放说延伸到Label 3 所以其实很多的车厂呢 基本上都直接跳过Label 3的延伸 直接去跳到Label 4 Label 4的部分 那这当然就是我们之后要去关注的重点啦 好那至于马斯克买推特的原因 我们可以稍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全球 前十五大社交媒体使用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张表格 里面可以看到Facebook 目前是最高 不过你说他买Facebook 应该不太可能啦 对 IG啊 Tiktok啊 WeChat 其实这些他也可以去买啊 因为他们的价格才太高了嘛 那自然他锁定的就是比较后面 但同时又有使用量的 比如就像他这次买的Twitter 或者是这个Pinterest 或者是说在这个Snapper 或者是Tailgram 那Tailgram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Tailgram基本上是俄国的 那只是说俄国不太可能嘛 因为现在就是全世界跟俄国都不爽嘛 对不对 好那Snapper呢 基本上主要使用族群啊 是属于青少年族群啊 所以就跟我们这些可能会开车的 这些中老年人吗 没有啦就是 就是大概二三十岁以上的有车主呢 基本上可能就比较不会 不会去使用这个Snapper的部分 那所以目标就锁定了剩下什么 剩下Twitter跟Pinterest 那大家也知道 Twitter 马斯克他本身就是Twitter的网红嘛 对不对 上面发言都很多的跟随者 那所以自然就会变成他的目标 那另外在收购金额部分啊 其实大家上面看到Twitter 虽然是430亿美金喔 那但是因为他是溢价收购之后的金额 那如果是溢价之前的金额 其实大概也是200亿左右 其实就跟Pinterest 其实价格就差不多了 所以最后呢 就决定去收购这个Twitter的部分 那当然也是因为一些官司的关系啦 所以导致像他最近一些什么裁员啊 风暴其实闹的蛮大 不过大家还是可以从这个Twitter去观察 其实他还是想要去建立自驾车 网路跟所谓的社交的部分 通讯的去做个结合 所以去扩大他整个他自己的蓝图的计划 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呢 其实后面呢是可以蛮值得大家去期待 说他后面相关的这个发展 那老师你刚才讲了这么多啊 那马斯克这些星链计划 跟台股哪些标的是大家可以留意的啊 好那第一个呢 其实是这个卫星设备喔 其实就是3491的森达科 他做这个天线跟绿波器的啦 森达科他自己法说上面其实也有讲 就是每年的Space S这边的订单 基本上都是用倍数来成长 像去年就说今年有机会是三倍的成长 那明年也是很很高的很高的 就是七八十趴以上的这个成长 去做一个进行 大家每次讲到这Space S基本上 就会想到这个森达科 3491的森达科 那当然说一个卫星的寿命呢 大概是五到七年了 那一般传统卫星大概有15年左右 那因为他是地轨道卫星 基本上五到七年的寿命之后 设备就要去做更新 旧的卫星要把它弄下来了 怎么弄我是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要在射星的卫星上面 那要是要在射星的卫星上去呢 基本上 森达科就有生意做 所以这部分呢 我觉得说 这个后续呢 基本上是会持续发酵 那当然目前 森达科Space的营收占比 其实目前还不算高 但是它持续的高速成长 营收占比也会跟着上来 那所以你接下来是 值得去注意的一家公司 那第二家公司呢 其实是这个 低轨道卫星 一样是地面机器台 这个收发讯号 跟这个绿波砸性的 这个2314的台阳 那大家应该也很清楚啦 这去年台阳真的是 还没有赚钱 就已经先大涨一波了 甚至连头信都进去买 这大家应该还蛮有印象的 那它其实做这个LNB 这个就是 砸讯降频器 跟这个VSAT 就是地面接收卫星 讯号终端机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其实对后续自驾车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 那再来就是鸿海自己 有在NIH嘛 对不对 所以台阳呢 基本上也是在公园里面 所以这部分呢 也是可以值得留意 在明年是不是有机会 去做一个成长 那当然目前森达科 是已经有在赚钱了 当然今年可能稍微 遇到一些逆风 那台阳呢是目前呢 虽然说 还没赚钱啦 不过我看它的财报 其实慢慢有从亏损 变成越亏越少 那看看明年可不可以 由亏转盈 那第三档 稍微就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这个3305神帽 它就做这个低温席高 那只在想说低温席高 是干嘛的 那其实大家知道这个 我们在焊席啊 就是我们在焊接的时候 需要用席 对不对 但是呢 有现在一些高科技的 比较高阶的板卡 比较高阶的板子 如果你用太高温度 它的板子会变形 会翘 那所以呢 就需要降低它的焊接温度 那生帽就有研究出这个 在200度左右 就可以焊接的这个 不会影响到板子的席高 所以呢之后呢 很多地面接收站 也需要用到这些低温席高 去做焊接的动作 所以这也是耗材 那其实在营收成长部分呢 这是相关的部分 其实跟深达克是有点像的 就目前营收站比较低的 但是后续的需求 地面接收站 越来越多嘛 因为你要足够的布局 这个地面接收站要够多 才有办法让这个自家车 就是更高的类伙 可以去做执行的话 那这些耗材水量数 也是越来越大 所以呢这三家公司 都是未来可以期待的公司 哇太感谢海豚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非常多 就是精彩的内容耶 而且呢还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马斯克 会收购推特背后的原因啦 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也跟大家分享 可以值得留意的 有哪些个股呢 是大家可以值得留意的啊 那当然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内容 也欢迎在我们的YT频道 下面底下留言哦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 也谢谢海豚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下一站想去哪呢 马斯克又有哪些概念股呢 欢迎在我们的底下留言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哦 探索下一站 下次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